世界客家博览会预计2023年8月会在桃园市登场 为了培育海洋客家餐饮种子师资 新屋区的海洋客家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邀请了饭店主厨开办了料理的课程 让种子师资们运用桃园当地的食材 来学习制作属于海客的料理 手管其实它就是我们高中小卷 主厨仔细的介绍在地食材 这细心详解每道步骤 一旁的学员也听得仔细 要如何将新屋在地的生鲜食材 透过系统化教学料理成色相聚味的 新屋在地海客料理 很压抑在地的食材 也可以做出这么丰富的料理 今天来学习 以后也可以做游客来可以品尝 像原先我们在地的农村的食材 没有经过厨师这样的加工 不晓得说有这么好 这么压抑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世界客家博览会即将在2023年登场 新屋海洋客家休闲发展协会 专门邀请饭店的专业主厨 在新屋举办海洋客家料理班 培养种子师资 以新屋当季特有的食材融入菜色 为这次的试刻薄提早开始做准备 永安渔港是我们全台湾唯一的客家渔港 那我们运用我们渔港里面的名产 就是我们的白虾 还有我们的那个石斑 还有我们的台湾雕 来去做创意的发想 那结合现在的南洋风 酸酸辣辣的会比较下饭很开胃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环节来去让它做不同的呈现 为了2023年的世界客家博览会 桃园市已经做好不少准备 而地方也跟着冻起来 准备让到时来访的游客 能用创意料理的方式 感受到客家文化活泼的一面